嗨 大家好 我是郭哥 今天给大家讲的这支镜头是一支老挖镜头 国产老挖 其实我对于老挖其实也垂涎了蛮久了 但是老挖镜头有一个让我非常担忧的一点 就是它是和机身完全没有接触 它不仅是无法用机身来控制光圈的大小 它甚至无法沟通 手动对焦镜头我这个其实很久没有使用了 但是一支微距镜头它是手动对焦 其实就发现这也并不算是什么缺点 这支镜头是老挖的25毫米F2.8 放大倍率是2.5到5 2.5到5是什么概念 最传统的这些微距镜头放大倍率都是1 就是跟传感器大小的物体 你就可以1比1就拍成1比1的照片 那现在佳能星的百威 RF的百威可以放到到1.4倍 这支镜头从2.5倍就起步 最最小的放大倍率是2.5倍 寸致可以到5倍 这就很夸张了 这2.5倍到5倍拍的虫子 最后我们平时看到的虫子就有一点点不一样了 缺点就是它并不能作为一个普通镜头使用 不像这个佳能的百威这种 你可以当成微距镜头使用 可以当成人家镜头使用 这种镜头它买来只适合拍一个样东西 就是那种很小很小很小的东西 那它的功能是非常非常局限 但是它有它的优点 首先它的放大倍率非常给力 体积比较小巧 这个就还没有拳头打 是一支体积和价格 还有性能都综合起来 非常非常性价比高的一支镜头 最后再说一点 在这个微距的镜头里面 很容易发生很强的色散 但是这支镜头色散控制的很好 我不知道老娃用什么黑科技 但是这支镜头的不管是锐度 还有色散 还有机变都控制的非常好 所以一支光学性能非常好 便携性也非常好 价格也非常合理的一支微距镜头 当然了 你买这支镜头之前一定要想好 你到底要不要拍微距题材 最后再提一句 这支镜头你可能对于你的光线有要求 不仅是这支镜头 所有的微距镜头对你的光线都有要求 你不要想着我能拍的多好 没有光照亮你拍出来就是一片死黑 然后你的光要足够 不然你ISO对的太高 你的微距就是一大片噪点 好了 今天的这支过程 就推特就到这里 我觉得喜欢微距的同学 不能错过这支镜头